Hello 大家好 又是鵬在食路分享心水的時候 接下來5月31號 沙田有11場的賽事 記住頭場是12點15分 當中還有一場是over 加起來是12場 有一場是越洋轉播日本的打比大賽 OK 很多 不過我還是選了一場重心給大家 第九場就是獅子山錦標 國際三級賽是讓榜的 這場其實我不喜歡一隻川河專區 因為他始終要背頂磅 我反而選一隻脅霸神區 這隻馬呢 其實我們先看看上場的表現 他的表現非常好 上場輸給精明才子跑第二 這隻馬很簡單 上次你看到的檔位也是八檔 這次也是八檔 出閘這隻也是比較後一點 現在移一下移一下 到最後 看到了 白鼻窟那隻 看到現在包尾都有一點點 不過沒辦法 這些馬一向都是流前鬥後 所以大家放心 沿途的走位就是蝕恩 蝕老爾奇 OK的 待會你會看到他一轉彎 在內蕩攝上來 其實 不過有一段 其實就不太有位 結果呢 要檢查檢查 把馬拉出來 浪費了一點力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他這場都有機會贏 就是精明才子 因為他只是輸過頭位 現在他在跑 其實我這場 我反而是 拼他一圈五匹 我就不是找他做膽 只不過是覺得 這隻馬可以少少的 一圈五匹 拼一拼 但是反而 另外我也喜歡 七號 雨龍共舞 因為這隻上班馬 轉了馬房之後 又有賀亮 轉了去荒仔 真是贏了三場 很厲害 我還有覺得 雖然你說楊明倫劇 有點討厭 但是 減20磅 113的話 輕到會飄 就有機會 好 你看看這隻馬 協白神區內難 這個位置 原本還可以 上去 上去 前面那兩隻 好像關閉閘 然後這裡 開始有一點 沒有位置 然後有一點 去得盡 接著 開始拉到這隻馬 打側出來 接著有個位置 結果現在看空衝 可惜 人家那邊衝得順 你剛剛才看空 這樣衝 結果就是輸了一點 輸給精明才子 如果不是那個位置 這樣查查的話 真是有機會 沒辦法 另外呢 還有一隻 就是8號 比例非凡 這隻比例非凡 其實 初出贏的一場 不錯 但是這隻馬 他的口都幾長 還有 整個額頭 是幾難控制的 雷神有時候跑到 流氓的尺寸都是賺 沒辦法 不斷搶口成 但是我上次 如果大家記得 他上場 其實也是有瘦了 結果沒有 衝上那段勢很好 希望這次 增程 1,600 其實他在澳洲 都是跑1,400 1,600 都沒問題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拖 還有一隻 雖然班數差點 9號 有而至好 再上班 來到這一班 摸否認會差點 但是勝負 也是減了20磅 輕磅 113的話 再加上 希望蔡明少 能夠發揮這隻馬 這隻馬 千龍很厲害 曾經試過三次第一 一次第二 當然這班 是有些壓力 有些阻力 但是應該會比較好分頭 拖牠 那我這四隻馬 我就複釋了 但是我的四號 協霸神區 就會駁他 4匹或者5匹 OK 這個時間 我們重複一下 心緒 給大家看看 好了 大家看到了 第九場 這場也是 國際三級賽 就是獅子山 錦標 4號就是 協白神區 補少少1.5匹 另外 7號 語錄公布 8號 美麗非凡 9號的友誼致好 正Q 位置Q 就複釋買法 如果他好分的話 因為由於現在都未出賠率 所以如果大家 看到好分頭 就不妨正Q 位置Q 如果三目彩勝賽 就一定複釋了 希望大家 可以 接下來 這個星期日 就贏了他多少 這場 就是我的推介 其他 我拍攝 Mathieu 張老師 大家的影片 都會有些推介給大家 兩個最近都OK 不錯 又中了 仙龍彩 又中了 幾百元Q 如果大家看完 那三段影片 都穿了 當然 還是這樣 但是希望大家 繼續 找多點朋友 就like我們的網頁 還有 吃老的Facebook 的Page 讚我們也好 還有這個YouTube Channel 也是按一下小鈴 還有 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吃老的頻道 比我 贏多些